歡迎收看《息贊》 今天我們請來有期權交易員Option Jack 跟我們繼續談談在外圍大幅加息的情況下 怎樣影響期權投資 投資者會怎樣去部署才行呢 Hello Option Jack 你好 Hello Stella 你好 你好 近來市場有反彈的 但始終有一個加息的陰謀在 其實很多的高息股 或者公用股的板塊都弱勢 究竟加息對期權金的call put 影響是怎樣呢 因為之前你都跟我們講解過 就是很多的那些期權的策略 而期權金可以理解為一種另類的固定收入 類似利息收入那樣的 但外圍如果繼續保持大幅加息的話 會不會都削除了期權到期那時候 期權金的吸引力呢 利率上升會怎樣影響這兩者的因素呢 是的 其實加息利息上升 對期權有影響的 理論上call就會升些 那put 就會下跌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利息真是很高的話 那可能多了一些人 用long call 或者是 用short put 去取代 拿正股這樣的情況 但問題現在的情況是很少的 就不是說這麼多 就是不像2000年 1999年那時候呢 升到去177那些情況才有影響 現在升得很慢 而且其權 影響其權的變動呢 因素有很多 最少有六種 比如股價變動 最重要的股價 這個是最重要的 升多了或者跌多了 還有它的隱深波幅呢 還包含相關資產的歷史波幅 我們還要考慮它的月份呢 還有它的行使價 都影響它的corporate 當然最重要就是股價的變動 其權跟著股價來變動 至於你說相關 剛才講過的 升息對put 低了 擴升了 是不是對其權有很大的影響呢 其實影響是很微的 嗯 好啊 好啊 但是始終加息那個大環境底下 最近那些公用股 或者高息股呢 就震了下來的 始終變相它們那個吸引度 就會降低了 如果想趁機去叫做低位 想撩一下或者去加住的話呢 即是我們的策略可以怎樣做 因為你就是怕 你低撩的時候 原來可能見股價是低處 未算低的 接著你又會摘死了那些資金的 用什麼的期權方法 就可以省回那些資金成本 又可以低撩賺一下期權金的利息呢 是的 其實都是用法索佩 剛才講過就是put 影響不是那麼大 好像最近的公用股 和高息股都是偏弱的 雖然大市是有反彈 但是那些股份都是偏弱 其實用一個short put 來做 是比較適當的 因為最重要就是你的槓桿不要放大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不要 譬如你之前都沒有炒開的 突然間就不要說 現在才來做一些公用股 高息股的short put 如果之前沒有炒開的就不要做 之前已經拿了一些貨 現在想溝貨 但是又怕資金摘死了 這樣的情況可以用 而且其權它的short put 按金只有兩成 就可以省很多資金成本 即是否說呢 譬如很多公用股這些都跌了很多 反映了很多壞的因素 甚至乎你看它的股價 似乎就捉了底 所以現階段才做的short put 就不是那麼直播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其實反而現在做才是直播 之前做了 如果後來大家看到 那些公用股跌了很多天 如果你之前做了 現在你就做 現在就會虧損很大 譬如你之前已經拿了很多證股 現在想做 但是又不敢去買 怕資金摘死又想溝貨 這樣的情況 是可以考慮用short put 省回資金成本 可以在低位 如果真的慢著再跌的話 是低位截到貨 那不如講實際的例子 去操作怎樣做 譬如說中電 今天是一個焦點來的 14年跌之後 都做一些反彈的 怎樣去選行使價 月份和資金安排 應該要怎樣做呢 是啊 好像中電那樣 14支陰燭之後 上個星期五反彈少少 今天也有反彈 大概是65.85到66元左右 其實都不是反彈很多 如果想做的話 比較保守的 可以選這個12月到期 即是今年年底 還有半年時間 12月底到期的60元的put 賣出 現在的價錢大概是一個二毫半 如果你用一千股的 就是一千股的股數 最少去做的話 你收的期權金最多是一千二百五十塊 但是你的成本 所謂按金 按金就不需要給息的 孖展就要給息的 按金不需要給息 你的孖展其實都是一萬元左右 你六萬元 60元計算一千股就是六萬元 你的按金大概是一萬元以下 不夠兩成的 變成你可以收到一千二百五十元 如果是年報酬來計算的話 都會有二十多厘 萬一它跌了下去 跌到58元 譬如低於60元 還要是到期 如果那個過程當中跌到55元 又升回到62元 你到期都是不需要有 承擔再買股票的風險 其實買不到股票更好 因為你是希望賺到那個 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利息 就是每一千股 當然你做大一點 可以放大的槓桿 這樣的情況 即使到期那一天 是58元跌下去 你60元就要被行駛 即是60元接貨 你扣了1.25的期權金 其實你都是虧損稍後半的 比對你現在66元去買 將來跌到58元 是虧損了很多 是稍後原貨 好啊 那還有short put 其實包不包泰息的呢 還有是不是可以隨時改變主意 就是提早平倉呢 是啊 其實做廣交所的期權 是隨時都可以平倉 就不同的一般銀行的股票掛鉤 或CLN 很多都是要 大部分都是要到期才可以停倉 那股票期權呢 你今天做short put 你明天改變主意 平倉都沒有所謂的 或者在到期之前 股價升了上去 那個期權金剩下很少 你已經贏了九成 你不需要贏1,250元 1,100也OK 那就可以提早平倉 至於剛才你講到的 就是包不包賣除淨 太息 short put 是不會收到利息的 你的最大利潤呢 就是一個二號半 即1000股的話呢 就1,250元 而現在的價錢呢 也都包括它除淨 用回剛才中電的例子 它過往呢 9月和12月呢 都還有兩次拍息的 那每次都是0.63左右 今次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這個市場的價格呢 也都是反映了它 將來都會隨淨 都是這個價格的 隨淨之後的股價 如果計了兩次隨淨的話 即是64個多 所以60元的put 是有一個二號半的 那當然呢 還有我們可以選擇其他人的 你說60元太保守 利息太少 你可以選擇62個半 它有一個九號子的 那個方法計數呢 又不同了 嗯 好啊 我們還有兩分鐘時間 都想了解一下 大市的期權操作 即是今天 即是我們的市場就有破壞了 大廈都升少了 都縮了差不多200點 期權買賣上來 有些什麼注意呢 是啊 今天的隱身波幅呢 高了很多 主要就是 從一開始還沒升 以往呢 就是那個升市 通常那個隱身波幅都是會跌的 今天呢 所有股份 尤其是科網股份 就升得很急的 升得很急 有些怪的現象 這個是上午的情況 去到中午城 中午之前 出了壞消息 就是騰訊的消息 是的 然後下午一開始 下午一開始 整個市 就加上其他強勢的股份 車股也好 科子股也好 全部都回得很急 這個隱身波幅也是很急的 包括港交所 現在其實港交所這個時間 也都是它差不多是 今年的隱身波幅最高的時間 所以既然那個隱身波幅 單位裡面坐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怎麼會影響那個期權的策略部署呢 是的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看跌的話呢 就不要做狂撥了 做狂撥好了 如果你看升的話呢 就做狂撥 就不要做狂撥了 因為它隱身波幅高了 剛才我們說 開的那些公用股啊 高息股那些呢 其實是貨 之前有做開的 如果是炒開一些車股啊 炒開一些科子股份呢 其實不需要去做那些 因為那些利潤很低 一年都是十幾二十年 以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來計 那個利潤是非常之少的 好啊 多謝今天Option Jack 和我們講解的色澤環節來到這裡